前庄明安国小女子手球队 以这项球类运动横扫全国比赛 荣获冠军未效争光 加上名气够大又有实力 所以无可厚非就成为各校头号的假想敌 不过队员每次在出外征战这一刻 其实早就做好万全的准备 这也说明了成功的背后 所付出的辛苦代价一切都值得 很多人不了解手球是何种球类运动 其实它就是结合篮球运球 和足球射门等动作的综合体 而明安国小女子手球队 就以这项球类横扫全国比赛 获得不少对手尊敬 明安的女子手球队 这两年已经得到了三个全国冠军 分别是一年会有两项的全国赛 一个是全国师生杯 然后另外一个是全国的手球锦标赛 然后从第一年的第一个全国赛的时候 只有拿到亚军 那他们经过那一次要去遇血奋战 然后要血死 后来就连拿了三个全国冠军 就因为太有名也太有实力 所以无可厚非成为各校的投号假想敌 以至于征战大小比赛中 同学们都充分感受到 这份成功背后所带来的 有形和无形压力 因为大家说其他对手会把我们当成我们的目标 然后他们就会面对起来 所以我们就压力不大 所以你们会怎么如何鞭策自己 我想说你们就会赢过他 因为成绩我们都赢过他 最难忘的是比赛 全国比赛冠军可以争取到出国比赛 什么会 因为输球的话会觉得自己到底有没有尽力做好 有时候在球场上也会觉得说 我这课到底应该要怎么弄就会有压力 那你如何调试 下一场球算就尽力 不要想太多 其实我觉得一个运动员最重要的是 要努力不懈要坚持 那我其实从他们的身上有看到 这个特质而且不断的在生化 一直坚持下去努力下去 所以才有机会这样子可以连拿三个全国冠军 一路看着他们在各项比赛中不断让自己更强大老师 是由衷的佩服 因为这是他们平日流汗集训所换来的成果 而果然辛苦的背后所获得的代价是不会让人失望 记者新庄采访报导